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发现自己计算机上的某一个进程 在访问哪一个地址的哪一个端口 学会这个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便于分析网络问题 如果计算机有莫名其妙的流量产生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工具呢 然后来查看它的对端目标地址 可以从上层的防火墙把这个地址进用啊 或者实现一些其他的目的 好,我们言归正传 还是先打开CM底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叫NiteState的命令 这个命令呢就是可以查看本机 建立的所有网络连接 NetState.com ANO 一般呢这个A代表就是 这个A的参数代表所有 列出所有 N代表以数字形式列出所有 也就是说域名它会帮你转变成IP O呢 那我们看一下HELP 其实HELP很有用 O 就是显示 与每个连接关联的进程ID 这个是比较关键 你显示出进程ID 只有显示出进程ID 你才能追踪到这个进程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计算机上 有这么多 有很多连接 从我的计算机建立到外部 或者是从本地建立到本地 TCP UDP IPv6 IPv4 都给你列出来了 这样的话信息量比较大 而且大家看这个列表的 头部 然后第一列是协议 第二列是本地地址 第三列是外部地址 第四列是状态 这边没有对齐 因为DOT底下它很难对齐 然后PID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最后一列 这个PID 在访问 五三端口 这个是LIST 这个PID 在监听五三端口 也就是说我在计算机上 有某个程序在监听五三端口 并且它这个进程ID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进程ID去查 上一期我给大家讲的 如何用TaskList 杀掉进程 这一期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用TaskList 来通过PID来找出这个进程的名称 那我们先放开放到一边 还有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命令 是TCPIN 这个TCPIN呢 可以通过TCPIN的形式 来PIN实现PIN的远程进PIN的主机 那我们今天还用TCPIN 来演示 我让TCPIN在后台持续的PIN 8.8.8 然后大家看到已经成功 80端口 已经打开返回多少号秒数 OK我把它留在这里 我们知道TCPIN 在运行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它在访问谁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 要把TCPIN的PID拿到 TaskList FindStream TCPIN 其实这是进程名称啊 查找 在Task列表里边 在进程列表里查找 叫TCPIN的进程 那当我们回车的时候 TCPIN的进程出来了 它的进程ID是3108 OK 那我们就用NetState -0 还是FindStream 3180 sorry刚才我说错 是3180 那么再回车 sorry 消错 那 大家看到 因为它TCPIN是中间会有 不是持续连接 它是大概结合 一个每一个包中间有个间隔 所以我们在刷新的时候呢 不是每一次都能出来 如果是持续连接的话 每一次执行这个 NetState的命令 它都会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TCPIN TCPIN这个新程 3180 再访问 8.8.8的 80端口 用的是TCP协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前面几期节目讲的 QTask TaskQ 来杀掉 3180 这样的话 访问8.8.8 这个主机的数据流量 就都被中断掉 反过来 我们知道IP地址 不知道进程号 一样可以通过上面的例子来完成 查找它的进程 名称 其实就是一个正查 一个反查的过程 我就在这里不给大家举例了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你的订阅是我 做视频的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